中國經濟正在惡化 在債務和過度膨脹的房地產市場的支持下 快速增長的經濟 與1990年泡沫破滅前的日本相似 那一場泡沫導致日本10年的經濟停滯 當時日本的經濟復甦所面臨的複雜問題之一 是日本的人口正在老年化 中國現在正面臨類似的人口老年化危機 而這可能是阻礙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之一 這種觀點得到了日本央行前行長白川正明的支持 他曾經給其他國家寫了一封警告信 說日本經濟低迷是老年化的結果 而不是經濟政策的結果 人口老年化需要擴大基礎設施和醫療保健 以滿足老年人的需要 而中共政府目前缺乏為2.64億老年人 提供新生互利的設施 在沒有政府計劃的情況下 照顧連賣父母的負擔落在子女身上 經過幾十年的強制計劃生育 大多數夫婦只有一個可以照顧他們的弟弟 很多老人留在農村 他們的成年子女面臨著放棄在城市的工作 搬回到農村照顧父母 或是把父母帶到生活消費極昂貴的城市 然而中國不是日本 由於收入不平等嚴重 城鄉差距和人均GDP低 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 中共也沒有辦法做出這麼根本性的改變 即使改變 它結果也需要幾十年才能產生積極的影響 與此同時 中國的人口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老齡化 中共沒有辦法等待幾十年 它的經濟現在接近危機 大多數專家認為 房地產泡沫即將破裂 當它破裂的時候 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減少 似乎不太可能令中國恢復到以前的高速GDP增長率